坐下來跟小朋友互動 貼貼紙畫圖 台中市潭子區第一所攻破 加上親子管落成 市長盧素燕 親自到場視察 台中市府盤點公有空間 利用原本閒置的建物改建 把建築外牆 漆成了馬卡龍的色系 也讓原本純白的建築 變得繽紛有趣 希望小朋友上學時看到也能開心 我了解生兒育女非常不容易 那我們對年輕人要多給他扶持 要多給他協助 所以我們還會繼續 在公托公幼親子管 各方面繼續的推進 來幫助我們的年輕人養兒育女 盧秀燕表示 他能理解育兒家庭需要支持 將會繼續朝公托倍增的目標邁進 也會繼續活化閒置的場地 創造商贏局面 TVBS新聞來從廖凡一台中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進行視頻 請我們下載TVB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